6.5跟5.4相差可能超過40倍的能量釋放 未然我們估計 不排除在 三天內還會有規模超過4以上的余震發生 這兩個地震 其實是 一個地震序列 那它的地震的成因最主要是 它是引墨帶所引發的 在這個地區的表面還有一個破碎帶 這個破碎帶 這個地區的表面的破碎帶就有非常多規模超過6 但是引墨帶來說 它是在這個地區 就是在40公里以下 40公里以下大概是 這個30年來最大的規模的一個地震 那另外那個余震的情況也差不多 它也是引墨帶所引發 那 未來呢引墨帶地震有個特性 就是說 它 通常就是 一個主要的大地震發生之後 主震發生之後 如果能量沒有達到平衡 它通常很快 就會再來一個 大的地震 所以 有時候 那個地震非常接近 但這一次的狀況是 他們其實相差還蠻多的 6.5跟5.4相差可能超過40倍的 的能量釋放 那 未來呢 我們估計 未來我們估計 不排除在 三天內還會有 規模超過4以上的余震發生 但是大家其實是不用擔心 為什麼因為 這個在引墨帶所發的地震它非常深 它 各位從地震報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所造成的震度 不會有想像中這麼大 另外就是說 雖然範圍很廣 我們今天感覺晃得很厲害 其實都是地平坡造成 尤其在高樓 都是地平坡造成 就是說它的高頻其實吸收的 都吸收掉 那對於 這個大的 沒有大的高頻的 這個震波 對這個結構物 或建築物的破壞力 其實是相對的 比較低的 所以 大家 其實是不用太過於 擔心 未來的余震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 觀看數超過30億 94藥克素 2020 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 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 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 三立新聞網 App 及時新聞 不露街